甘医师听说先天性静脉曲张无法根治 这是真的吗 先天性的静脉曲张 又称为先天性静脉畸形 骨肥大症候群 其特征有三个 一是典型的葡萄酒色斑 二是静脉曲张 三是骨骼和软土脂的肥大 病因不明但不会遗传 发生率每十万人约二致五人 通常影响单侧 症状包括肿脏 疼痛 淋巴水肿 出血和静脉血栓的形成 目前无法根本治疗 症状治疗的首选是 医疗痕性化 对于某些合适的病患 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第一位 三十岁的女性 接受了左脚的显微栽除手术 和表皮雷射治疗后 症状减轻 第二位 三十七岁的女性 接受了双脚的微创雷射手术后 水肿消失 第三位 五十岁的女性 接受了右脚的微创雷射手术 和表皮雷射治疗后 美观进步 第四位 五十二岁的女性 接受了右脚的微创雷射手术 和表皮雷射治疗后 症状改善 以上四位 也都有接受硬化剂的注射治疗 如果身边有相似的困扰 可以来请医师评估 关注福康 越来越健康